摇滚歌手乔尼死于非命 凶手只留下了作案凶器冰锥 探长尼克与搭档杰森等人调查乔尼的死因 凶手疑似乔尼的女友凯瑟琳 尼克找到凯瑟琳询问一番 凯瑟琳说他俩只是炮友的关系 昨晚分开后就没有再联系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凯瑟琳之前创作了一本小说 写的是一个摇滚歌手被谋杀的故事 这与乔尼的冰锥凶杀案如出一辙 警方认为凶手要么是凯瑟琳 要么是有人要嫁祸给凯瑟琳 之后凯瑟琳被叫到警察局问话 同时为凯瑟琳做了测谎与测试 凯瑟琳表现得沉着稳重 丝毫看不出一丝破绽 大部分警员都认为凯瑟琳不是凶手 只有尼克认定凯瑟琳就是凶手 并且暗中跟踪凯瑟琳 之后尼克来到凯瑟琳的住处 发现桌上放着尼克当年因为吸渴卡因 而误杀某游客的新闻报纸 凯瑟琳故意提起当年的误杀案 这样凯瑟琳反僵了尼克一军 尼克心急如焚地回到警局问贝斯 为什么泄露他的档案 贝斯则称交给了尼尔森 谁料尼尔森又把档案给了凯瑟琳 为此尼克和尼尔森吵了一架 发血心中的怒火 尼尔森不久在车上遇害 一枪毙命 用的是点三八手枪 尼克因之前与尼尔森发生过争吵 而成了嫌疑犯 被带回警局审问 好在贝斯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使尼克重获自由 但也因此暂停了工作 回到家后 凯瑟琳在门口等着尼克 尼克怀疑凶手就是凯瑟琳 他冒着风险与凯瑟琳作案 期间凯瑟琳用白色丝巾 将尼克的手绑在床头边 跟当时摇滚歌手的死法很相似 但凯瑟琳并没有露出一丝杀意 一切都安然无恙 凯瑟琳是个双性恋者 他无意间透露在大学时 曾和一个叫丽莎的女同学上床 并被丽莎极力模仿和骚扰 尼克去学校调查丽莎 发现丽莎就是现在的贝斯 之后尼克又去档案室 拿贝斯的档案 发现档案早已被尼尔森拿走 此时的尼克认定贝斯就是凶手 搭档杰森则认为凯瑟琳才是凶手 骂尼克和女人上了床瞎了眼 为了证明谁是凶手 两人一起去找凯瑟琳大学一年级的室友 杰森独自乘电梯上楼 故遭一个身穿风衣 头戴帽子的女性袭击 尼克赶来的时候 杰森已经遇害了 这时贝斯出现在过道上 尼克怀疑凶手就是贝斯 开枪击毙了贝斯 但贝斯的身上并没有凶器 警方赶到案发现场 在楼梯上发现了凶手遗弃的封衣和冰锥凶器 警方前往贝斯住处搜查 发现了一把点三八手枪 小说疑新闻报刊 种种迹象表明 凶手就是贝斯 过后尼克再探凯瑟琳 与凯瑟琳又来了女性作案 从底下放开一只冰锥 尼克浑染不知 沉浸在凯瑟琳铸造的温柔箱里 影片通过一起冰锥凶杀案 将性能暴力归结于人类最基本的本能 揭示了人性是外显异变的 而本能是内隐的 却是根深蒂固的 更加本质